大白天马路中央先喷出熊熊火焰 不到一秒四周博右路大面积爆炸裂开 路人电动车瞬间被炸飞 就连人行道上的地砖也被强大的爆炸威力给炸破 这起爆炸事故发生在大陆湖北武汉 事发后消防人警医护都赶往现场抢救 根据官方调查 这起事故造成四人受伤都没有生命危险 爆炸原因初步判断可能是地下排水管维修 引发早期爆炸 同样是吓人的爆炸事故也发生在辽宁复兴 一辆电动机车缓慢移动到辽宁复兴 政府大楼门口后就突然大爆炸 电动机车瞬间被炸得四分五裂 车主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一旁还有五人也被炸伤 多辆轿车受到波及 由于爆炸地点刚好在当地政府部门大门口 地点敏感 具体的爆炸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TVBS新闻众号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